这道还有两个刚生的 就觉得很可爱 然后它的毛就是 就是有一点颜色 就是这种 然后没有见过这种上手毛 现在当妈妈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 她带幼崽带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我们给她进行人工辅助于幼 包括人工才主 它还是配合的蛮好的 目前呢两只幼崽是发育状况还是挺好的 大熊猫呢本身它双胞胎和单胎 它的概率基本是差不多持平的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 饲养水平的提高 在这种大环境下 那么熊猫它的那个繁殖成功率啦 人工育幼的成活率啦 这些都会提高的